再生障碍性贫血遗传吗? 王存邦,成都京东方医院,血液内科,主任医师 这种疾病是不会遗传的 儿童有一部分是先天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也称为范克尼贫血 这个范克尼贫血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 后天获得再生障碍性贫血 常见病因如下 一、药物包括露霉素 部分患者服用后会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 二、化学毒物如本对骨髓有损伤 三、电力辐射 四、病毒感染如细小病毒B19 肝炎病毒、DB病毒等可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专家提示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否遗传与类型有关 成人多为后天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其病因与病毒感染、化学因素、理化因素等有关 不会遗传 部分儿童是先天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又称范克尼贫血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就可以遗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